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凯道成功造势后 声势有没有上涨呢 根据最新的民调 不管是韩国瑜单独对上蔡英文 还是加入柯文哲一起比 韩国瑜只是保持小福的领先 专家认为蓝营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小 面对2020选战 蓝营没有分裂的资本 6月1号 韩国瑜在凯道成功造势以后 根据最新民调 如果韩国瑜对上蔡英文 前者以39.4%的支持度 微幅领先后者的37.2% 如果加入柯文哲对比 韩国瑜以29.5%的支持度 分别高于蔡英文的25.5% 和柯文哲的25.7% 差距并没有拉大 虽然凯道肇事非常热烈 可是民调成见 一般民众似乎还是有一点疑虑的 那个下来的速度很少 不多 真是相当铁板 只是韩国瑜 虽然居于领先地位 依旧有超过五成四的人 不赞成他转换市长跑道 如何说服高雄市民 让自己有正当理由参选 成为韩国瑜的难题 但是蓝营如果换成郭台铭 支持度则以40.1% 高于蔡英文的37% 加入柯文哲以后 郭台铭依旧赢过蔡科二人 至于朱立伦出马 也以38.2% 胜过蔡英文的36.8% 只是一旦加入柯文哲 朱立伦反而落到第三 如果再以王金平来比 蔡英文则以近四成的支持度 领先王金平的23.5% 专家认为 蓝营的领先优势还比较脆弱 面对2020选战 蓝营没有分裂的资本 郭台铭也好 或者是韩国瑜也好 胜出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大概就只是一个脆弱的优势 民进党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弱 柯文哲来势汹汹 所以蓝营只要内部有分裂 蓝营只要继续扣分 恐怕2020入死水手 由未可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